人生第一次在香港的賣票演唱會 未開記者會就已經加場,是嗎? 孫若威 大家好,多謝大家支持 有沒有想過反應這麼好呢? 這個hysteric live演唱會11月16日、12日 對,其實不敢想的 我只是覺得要很享受這個演唱會 因為說真的,一段時間沒有出廣東碟 未試過在香港開售票演唱會 以前你開過和903演唱會嗎? 對,有自己演唱過很多 但未試過真正做一個大型有製作 可以放更多成本去搞大一點的演唱會 所以這次就很期待 一開始也很害怕,不知道有沒有人來看 但後來預售的時候,一下子就沒有了 然後大家就說,這樣就加場了 那我就說,當然好 其實你要給我加一百場,我都可以的 我想我到時會超級享受 我想做一輩子都完蛋了,沒問題 但看看場地可以做到多少 孫玉威是1993年正式在台灣發第一張專輯 今年就是1925年 是不是因為這個時刻想搞一次紀念演唱會呢? 其實在2007年已經想搞了 是嗎?即是你回來香港再談一次? 是的,其實2007年,我記得是11月的時候 其實那時紅館有期 但他讓我知道的時候,因為是臨時補上的期 那時已經是接近8月、9月了 我說太趕了,我覺得不是很準備好 對,我很完美的主意 所以錯過了這個機會 然後到了2009年的時候,又想再搞 然後我突然聲帶有事 後來才發現原來是胃酸倒流 令聲帶整天內出血 一唱歌去錄音室,一錄就爆血管了 嚇死了,後來醫生說要休息兩年 幸好找到了原因 醫治好那些胃酸後,之後又失敗了一次機會 所以到了今年搞,其實真的不是為了25年 其實真的覺得,我再不搞,好像我記者會說的 就是我會變秘 因為你弄太多 這個表演是 其實在好幾年前,我已經在電腦前做了一個演唱會的PBT 因為我覺得沒有人會更加了解我整個演藝的路 那我就將這件事寫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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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將它變成了一個 好像一些人去廣告公司推銷的PBT 我就將整個已經做出來 有PowerPoint 對,整個PowerPoint都做出來 所以我覺得今年,我簽了新唱片公司 劉威,一哥 他們問我有什麼想做,我說不用說 我說一定是做演唱會 演唱會對於我來說,比我做唱片更加重要 在我的認知之中 所以就OK 好,有什麼場地? 我說最大的,能夠拿到多少,就拿到誰 然後最好的,最後就找了StarHor這個場地 在十一月尾的時間有多好 剛剛好一點時間救我去練身體 去練我想玩的東西,各樣東西 所以就決定搞了 一圈圈星光背後,有我Eric 孫耀威 想聽足本訪問,立刻去881903.com 節目重溫啦